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材味 把牙膏挤在大蒜上,原来这么厉害 解决了家家户户的烦恼 我也是最近才刚知道 今天只有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给大家了 牙膏我们每天都在用 但其实,牙膏除了可以用来刷牙 维持牙齿健康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不少其他的用处 如果你以为它只能用来刷牙 那就是小瞧它了哦 而大蒜,我家最爱吃的调味品就是大蒜了 吃烤肉必须要有大蒜配 吃火锅酱料必须要撒上蒜末 吃饺子就更是没有蒜吃不下去了 大蒜虽然很辣 吃完之后也会留下臭臭的口气 但解腻和提味真的是一绝 实在没办法不吃 但是,大蒜不仅可以用作美食 在生活中它还有着其他的妙用 我们先将大蒜一半一半的掰下来 然后我们再把大蒜的外皮去掉 我们在给大蒜剥皮的时候 一般都会用手来扣大蒜皮 用这个方法来包 大蒜皮很容易会卡进这家缝隙里面 特别麻烦 而且包完之后 这家缝里面会有预够浓郁的大蒜气味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塑料瓶盖来包皮 把塑料瓶盖的边缘卡在大蒜的根部 利用瓶盖边缘的位置来包大蒜皮 如果是一些没有指甲的朋友 在包大蒜皮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给大蒜包皮 切好皮的大蒜放在菜板上 我们将大蒜切成小块 再剁成蒜末 切好装入碗中 这时候我们准备一罐牙膏 挤出10厘米左右 再加入清水 用筷子将牙膏和大蒜搅拌融合 特别是牙膏 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大蒜中还有着丰富的大蒜素 而牙膏呢本就是清洁剂 具有很好的研磨性 将它两者结合在一起 有非常好的妙用 现在就可以了 将它浸泡10到15分钟 让有效物质充分作用 大蒜还有蒜氨酸和蒜莓等有效物质 从而形成大蒜素 浸泡时间到呢 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妙用一清洁灶台 煤气栅就是一个 非常难以清洁油污的地方 我们每天在煤气栅上炒菜 每天呢都会有无数的油煎到上面 还会有很多的油盐环绕 时间用久了就是厚厚的一层油污 这时我们就可以将调好的浓稠溶液 撒少许在灶台上 静置10分钟左右 起达一个浸泡的作用 然后再用把节部 沾着之前调好的溶液 轻轻擦洗 就可以快速地将灶台清洗干净了 而且这两种呢都是可使用的 非常安全 擦的时候也是非常轻松省力的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要使用钢丝球 一般家里的灶台都是不修钢材质 所以清洗灶台不能用钢丝球 否则会严重影响到灶台表面的光洁度 等到有屋基本成为碎木瓦解的时候 可以用抹布擦拭干净 这样灶台就洁净如新了 这样清洁过后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驱赶蚊虫 就可以避免一些苍蝇啊 蚊子啊飞到我们的灶台边缘 碰润美食时就非常的省心了 要不然 天气炎热时有大量的苍蝇蚊子 在灶台边缘 真的是非常的恶心 妙12 我们可以在碗上呢 盖上一张保鲜膜 这样可以避免气味挥发过快 然后用牙签在保鲜膜上 均匀的遮些小孔 可以让气味能够轻松的散发出来 又不至于挥发的过快 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内 用来去除冰箱内的异味了 冰箱是我们用来给食物保鲜的地方 特别是炎热的季节 使用频率更多 各种各样需要保鲜的食物 我们都会放进去 有从外面买回来的蔬菜 肉食 还有昨晚吃剩下的菜 各种食物的味道也参加在一起 久而久之便会散发出一股异味 不仅难闻 食物之间还会受到影响 如果宁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就用上刚刚做好的摆出牙膏水 把它放到冰箱里 它们散发出来的刺激性味道可以消除异味 还有着杀菌的作用 这样就不怕食物之间发生创味了 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可以杀菌消毒 而牙膏拥有着淡淡的清香味 只需三个小时 当你再次打开冰箱 就不会再闻到难味的气味了 你也试试吧 妙用三驱赶蚊虫 家中养些花花草草 就能够进化空气 装饰居室 很能欣赏到鲜花生开的美景 但是伴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 花草的生长 土壤中和绿植上 往往会自生一些小虫子 动一下还会飞来飞去 特别烦人 这时我们不妨用大蒜牙膏水喷一喷 大蒜水有一股刺激性的气味 大蒜的味道 不止很多人都不喜欢 小虫子闻到也会远远的避开 这种刺激性大的气味 真是亚虫小亚虫的对手 虾虫效果一级棒 如果您家的花草也出现了蚊虫 亚虫 那不妨也用这个喷一喷 虽然对我们来说 大蒜会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酸香味 但对于蚊虫来说 却是浓浓的臭味 一闻到蒜味 蚊虫都要体前绕道走的 而牙膏水喷了过后 还会留有一股鱼香 弥漫在空气中 特别好闻了 妙用四 去除水垢 水龙头用久了 容易留下水锈和水垢 特别顽固 有时用钢丝球呢 也不一定能够擦掉 每次打扫卫生 都要在这些地方呢 花费不少的精力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麻烦 就用大蒜牙膏水喷一喷 再用抹布仔细擦洗一遍 水龙头上面的污渍 就能够被完全地擦拭干净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溶液中有大蒜 大蒜中含有酸氨酸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而牙膏中有研磨剂 可以辅助我们将水龙头 擦拭得更加的干净 看看 水龙头光光正亮 与刚安装时一样样样舒心 真不错 妙用五 去除滴漏中的异味和小飞虫 卫生间应该是家里最潮湿 最容易有异味的地方了 特别是在南方 一旦没雨季节 闷热炒食给细菌制造了生存环境 闷热的天气还会使异味加重 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牙膏大蒜水 放到卫生间里 倒入下水道管道中 可以不定期地给滴漏喷一下 能够很好地去除滴漏异味 它们释放出来的味道 可以消除异味 也能够驱赶下水道中恶心的小飞虫 大蒜能够有效地撒死虫软 它的气味也能够驱赶小飞虫 牙膏也能去除内壁上的污垢 尤其在夏天 经常用它喷一喷 在进卫生间时 就不会再闻到难闻的味道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好了 以上就是大蒜芽膏水的五个妙用了 快快收藏起来吧 说不定哪天就能够用上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瑶瑶 我们下期再见啦